市議員陳琳娜和大林普自救會成員 與警方爆發衝突 高舉簽場牌子因為長久以來 擔心生命安全已經不想再忍下去了 再次要求中油簽場 中油全面停工 中油大林練有場爆炸案 經過了一個禮拜三號報告出爐 不過卻直接送到高雄市政府 大林普自救會質疑根本是黑箱報告 而副市長林清榮也在四點五十分 到場聆聽報告 中油廠方也再次向大眾鞠躬道歉 並說明爆炸原因 而林清榮也表示市府會努力幫助居民 林清榮只是對居民來說真的不希望爆炸案一再發生 活在擔心害怕裡 華氏新聞高雄報告 華氏新聞高雄報導 華氏新聞高雄報導 摔心打鏡 tip 更衡儘кт AGAIN